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想创业开咖啡厅,却不知道如何入门吗? 今天要介绍咖啡拉花课程的心得分享 人生难免就是,有时候你会突然觉得 我最近有一点在鬼打墙,生活有一点卡关 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觉得就是一直在轮回,没有长进 这时候你就会突然想起说,我以前很像想要开点 我很羡慕那种开咖啡厅的老板,就感觉很惬意 然后上班下班自己可以掌握,然后不用被老板管 这样,这时候你可能就想说,我也想开咖啡厅 今天就来聊聊关于说,如果你今天要开咖啡厅的话 那咖啡厅就总是要知道怎么做咖啡吧 我最近就学了一个课程,叫做咖啡拉花课程 那这个课呢,是我自己花钱去上的 所以我可以非常的坦白跟诚实地跟大家讲说我的心得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要分享一间位于大安站的早午餐店 叫做捷梗三明治 这间应该算是已早午餐,就是建厂的一间咖啡厅 也算是神级的早午餐店 因为它被誉为是台北最初代的网美早午餐店 因为他们家整个就是很好拍照 装潢走一个欧系的简约风 它主要的设计就是白色的装潢搭配木直调的木镯 然后它的窗台也非常的大面,整个透光性很好 所以它有分户外区跟室内区 不管是哪个角落都很好取景 就是很简单就可以拍出美照 那它的餐点卖相也是极佳 餐点的部分有分为什么分食、小食 就是一些什么沙拉、炸鸡啊 然后主食有炖饭啊、三明治、还有早午餐 它的摆盘都十分的用心 就是主打一个美感跟口感兼具就对了 那里面呢,它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什么咸识之外 当然也有买一些咖啡、冷饮 最特别的是他们家的一款蓝莓喜喜 就是蓝莓乃喜,很美 然后大家都说弊点也很好喝 所以也整间就是店家就算是咖啡厅 但是它的主打就是卖早午餐 然后它的营业时间是早上的十点 卖到晚间的六点 所以就真的是比较专攻 就是早午餐跟下午茶的时段 那这间算是初代的网美早午餐店呢 就再次推荐给你叫做 杰梗三明治 相关的资讯呢,我拍影片可以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 想要创业开咖啡厅却不知道怎么入门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去上了咖啡拉花课的心得分享 但是再重新讲一次 我没有收费,这不是业配,是我自己花钱的 所以我就没要告诉你我在哪边上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请到IG去私讯我 我再偷偷地告诉你 这样才不会大家怀疑说 我有在做一些什么合作或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课程呢,稍微来简介一下 它到底有什么重点 它基本上呢,就是个 教你从基础开始到最后面 你会学会怎么拉花 总共有四堂课 我觉得第一个学习点呢 就是它会讲一些基本的咖啡知识 如果你本身有在喝咖啡 但是你对于就是怎样冲泡咖啡一窍不通的话 我今天要讲的重点都是锁在所谓的意识咖啡 因为咖啡的就是煮法有很多种 有什么手冲啊,意识啊,salon啊什么这些 但这个课程的名称就是锁定在咖啡拉花 所以他们就是课程重点就摆在意识咖啡上面 就是从第一堂课呢 它就会很基础地告诉你说 煮一杯咖啡到底要几盎子啊 那咖啡粉跟水的比例啊 那最基础的像什么espresso 到底要怎么做 然后之后的拿铁跟卡布 水,然后咖啡跟牛奶的比例 还有如果你喜欢喝咖啡的话 一些基础的咖啡 什么咖啡因的知识啊 你要冲泡多久啊 这些东西都算是真的很基础 会告诉你一个大概 让你有一些 原来你在喝咖啡之前 你以前都不知道的事情 现在可以有一个比较大致范围的了解 那像如果你之后又想开店的话 它其实对那个咖啡机 就是锅炉的部分 它其实也讲得蛮清楚的 如果你真的对意识咖啡一窍不通的话 真的它可以从零开始教你起 那因为我19岁的时候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我去家里附近的一间算是外带的咖啡厅店 它叫做黑咖啡 就是那种很传统煮咖啡的 那那时候其实我就碰过咖啡机 但那个时候的老板 他真的就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做咖啡 他也没有要再告诉你说什么 在几秒什么这些 他就是SOP 因为他们那种就是出杯率很高 因为每次客人来一次就点很多杯 他们有办法像你现在喝到什么蓝瓶 他们计算那个怎么样几分钟啊几秒啊 咖啡粉啊 调那个机器 他基本上比较没那么在意 然后我记得我那间店 以前在打工的时候 他们就主打一个slogan 说35块也可以有好咖啡 现在这间店应该已经就是极少 我记得我家父亲这间还屹地不摇 但是我在其他地方真的都很少看到 反正anyway 那时候我就有用过意识咖啡 但是老板就是很手把手的教 他只是很单纯教你怎么用 他也没有要告诉你一些很细节的知识 什么秒数他没有在care 反正这个做出来就对了 所以那时候就傻傻的 只是知道怎样做一杯咖啡 但实际上那什么按压秒数 他都不是很讲究就对了 那这次上完这个课的时候 你就对于那个 哦原来你看到那种就是说的蓝瓶啊 或是最近什么10,000咖啡 那个就是很高级的那种咖啡厅 他们其实咖啡师 对于咖啡制作的过程是很讲究的 我也是上完这堂课才知道说 你其实你要开咖啡厅 你每天就是营业的时候 你要先去调整咖啡机 那咖啡机不是说你就是上班 可以一路的每天这样使用 然后都不用去调整它 你连那个膜的粉跟你的咖啡机 跟你窗泡出来的描述 它有一定的标准跟一个空间 你必须在那个时间内做出来的咖啡才会是最完美的 咖啡粉的粗细研磨 跟那个天气跟那个湿度 会影响一杯咖啡的滋味 所以你每天就是要开店之前 你就得把机器 就是你的咖啡机 然后你的磨研机 重新调整一次 到位之后才能够持续的做一整天的咖啡 甚至连 你如果今天咖啡师不止一位 就是做咖啡的人 不止一个人的话 就很多个人的话 连按压那个咖啡 你知道每次做咖啡 一时咖啡 他们会那个有圆形 那个要把咖啡按一下 然后压平 就再放到机器里面 按压的力道也会影响那个出水的描述 所以就是这么多的细节跟美感 它其实都在课堂上里面跟你说 当然大家就想说 这种东西我自己可以自学啊 我看YouTube也可以啊 上网很多资料啊 我干嘛还要去上课呢 的确如此 但是像我刚刚讲的 我在以前打工的时候 也会做啊 你现在给我机器 我也是做得出一杯咖啡 但是一些美感跟细节 真的还是要靠老师来指出一些问题 像我本身其实你给我机器 我还是做得出咖啡 但我就是也不知道那个描述 跟道理对不对这样子 但老师就可以在你在实作的时候 告诉你一些小小的 就是那内行人才知道一些问题 跟你要怎么调整 当然比起其他同学可能没经验来说 你做的速度会比较快 但其实你也会犯很多 就你自以为是你会做的方法 这可能你自己在YouTube上面看 或是你看书 是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经验的 因为他们那边的老师 如果是真的有在开咖啡厅 即便到现在他也不是专职老师 他也是有在经营咖啡厅的咖啡师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于 就上课来说比较大的价值 那再来就是进入他这个课程的主题 因为课程分为四堂课 第一堂课就是在讲一些基本的咖啡知识 然后就教你用那个衣食咖啡机煮Espresso 然后也教你怎么品尝Espresso 第二堂课就是进入所谓的拉花环节 那讲到拉花 其实很多咖啡厅都会主打说 他们是什么拉花冠军啊 老师也有在课堂上面讲到说 所谓的拉花冠军 请问他参加的是哪个比赛 他说全台湾每年大概有200个比赛 这关于咖啡 就大大小小的 有些是乡镇 有些是全国性的 所以他可能在某一个小比赛 他得到的是冠军没错 但那个难度可能跟你想象的落差很大 你想象可能是全台湾的冠军 但他可能是某一个乡镇的冠军 但这也不是重点 这堂课呢 他就告诉你说 到底一般人到底要怎么学拉花 你如果零经验的话 他从那个杯子你要怎么拿 那个入水处 比例跟你要手势 那你可以实作嘛 所以老师就在旁边看 那怎么打奶炮 我觉得奶炮也是一门学问 因为真的我以前有经验做过奶炮 老板就告诉我说 你就这样做 后面可能有一些基础的原理跟细节 他不知道 他只是单纯知道就是这样做 但有可能就是 温度过高或温度过低 那就是有点问题 就是真的一杯咖啡 就会影响到他的美味度 但老师在实作过程之中 他就告诉你说 这些细节可能就是决胜点 所以你可能要特别留意 而这整个课程的内容 就分为四堂课嘛 第一堂课就是教你怎么用 一式咖啡机 做出expressor 第二堂课呢 就教你怎么打奶炮 然后实际拉一颗爱心 第三堂课呢 他就一样会有一些咖啡品尝 跟实作部分 就是教你怎么样拉出叶子 就是那个咖啡 是有晃动形状的拉花 第四堂课呢 就是练习 然后他甚至会教一些 特殊口味的咖啡 比方说什么西西里啊 或是什么冰淇淋咖啡之类的 就会分享他调配的秘方 跟他经营咖啡厅里面 有做过哪些特殊饮品 然后很畅销的 那接下来就是第四个看点 就是他会解答你所有的创业小白 会问出来的白吃问题 你知道就是你任何想开咖啡厅的人 可能刚开始你就会怀抱着那种 啊很简单吧 就是有个咖啡机啊 然后会做咖啡 你就可以开咖啡厅 那关于咖啡机的采购 跟一些器材 跟一些稍微经营策略的 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 你问你身边的朋友 你没有开购咖啡厅 他们一定不知道 你去问一些咖啡厅老板 他可能跟你不熟 他也不会真的跟你掏心掏肺的分享 跟你讲一些商业的机密 但在这种课堂上面 他跟你比较没有利益关系 你又是以一个学生的姿态去请教 他就比较愿意告诉你一些 哦他在买那个器材里面 会注意哪些细节啊 你就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啊 或是一些 就你知道 创业小费就很容易 会有一些太过理想化 或是你自己觉得 哦应该就这样做吧 但你实际问了之后 你就发现说 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堂课里面 如果你真心的想要开咖啡厅 就是比起你自己在那边 看YouTube看书摸索 我觉得你有实际老师 可以去询问 是一个加分的地方 而且因为你知道 你去了之后 你就有老师的联络方法 老师自己有开咖啡厅 他至少知道你是他的学生 所以你之后开店 有一些问题 你还可以偷偷地 跑去他店里面问他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这堂课 最大的价值所在 那再来就是关于说 我这次选的课程 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 什么 福伦社 或是什么 台湾专门在扶植 大家就业的那种机构 在教你怎么做咖啡 而是我就是找到一个学校 一间大学 他们推广部所推出的一个咖啡 拉花课程 那因为我觉得他的时间刚刚好 就是我想学 他刚好下礼拜就开课 我觉得抱歉说 嗯 就是要的话就趁早 说学就学 你只要一拖延 像我有看那个福伦社 他们开的课程 的确也蛮多 然后也比较便宜 但这就可能要拖很久 你可能要两三个月后 再上到课 那对我来说 就有可能 乐情会消散 或是你中间工作行程 你可能有些规划 你就怕说 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动 所以你就会很难抓 那像这种就是 他下礼拜就开课 按你说去就去 我觉得机动性 跟整个那个动力 会比较让你 真的可以去上到课 不然你就是想着想着 后面就想到算了吧 我觉得两个月后的事情 三个月后的事情 我可能之后会有一些变化 就不敢报名 那不敢报名 可能就忘记了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 不管你要上哪一间的课程 但价格跟那个失资 跟你看一下那个网络评价 如果OK 那就是趁早去上 你要上就赶快上 不要拖着 或是想说之后 有空再去 我想就不会去 那这一次稍微分享一下 我就是上课下来的 整体的费用大概多少 这一次我就是选的课程 是有四堂课嘛 就叫你咖啡拉花 费用大概四千五百六十块 这是学费 那不含材料费 它的材料费就是你在过程之中 你会用大量的咖啡跟牛奶 因为你要实作 你要做的是真的用咖啡豆 去磨盐 然后去做出一杯咖啡 然后再加鲜奶 去打成那个奶泡 做成拿铁 所以你一堂课下 可以做到大概三杯四杯 老师也会做一些特殊咖啡给你喝 所以的确每一堂课都会做到三杯四杯以上 你自己可以带回家 如果你喝不完就用保温杯 就是装回去也OK 所以算下来是蛮多杯的啦 所以他收一千三的材料费 我觉得还合理 因为他说他的咖啡豆很高级 那你就去换算 如果他一杯四星巴克的价格的话 其实也就还合理范围 因为就是他里面还要提供你一些器材可以使用 那他单堂课就是一次去是2.5个小时 那总共要去四次 然后算是小班制 就是一个班里面就12个人 所以你每次练习的时候 老师的确是可以一对一给你建议 然后一个班里面会有两个老师 算是一个老师 另外老师算是比较偏助教的协助功能 那他也是可以帮你看说怎么做咖啡 整体上下来 就是刚刚讲的 如果你本身有想创业开咖啡厅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好入门的 你本身如果是一个不喜欢 自己在网络上面钻研各种资料 找素材的人的话 那去上完这个课你会比较有方向 你也可以比较有个大致的理解 关于说一只咖啡机到底要怎么使用 当然我觉得他价格以学习四千五百块 然后四堂课来说 我觉得当然有比他更便宜的 应该什么福伦社 我听说我之前有朋友去上 其他他们家的那个咖啡的课程 就比较便宜 但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 那时候我就是选择 我是希望我能够尽快上完这个课程 所以就选一个离我开课时间 最近的一个课程 那我个人评价是还行 因为他价格算偏贵 但上完你还是觉得说 有学到东西 不至于到真的让你觉得 就是贵到那你觉得 我真的没学到东西又浪费钱 不至于 我觉得是有学到内容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 这个课程到底是哪一个学校 什么之类 你可以去私讯我 我没有想要在这边讲 因为毕竟就刚才讲的 没有收业配 所以就不用特别点出来 因为感觉商业位太重 那这就是今天这一集 关于说 如果你要创业 开咖啡厅 或者是 其实我那个课里面 有绝大部分 十二个人里面 大概就十个人 都是单纯 只是想去学拉花 他自己在家里想要品尝咖啡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上 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创业 那这个就是我这一次 上完课程的心得分享 听完这一集 你是否觉得 蛮有心的 蛮实用的 不妨到Spotify 或者Apple Podcast 那边去留下 五星的好评 或者到IG那边 私讯我你的看法 那如果你身边 有想要开店的朋友 也丢给他听起来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 在咨询栏外有信箱 或者你给到IG 其实你应该 私讯跟我联系 如果你有课程 想要让我去体验 那我就可以帮你做野配 也是欢迎哦 好啦 这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